大家好我是滴滴 你們看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桃園機場 我終於終於可以出國了 已經三點沒有出國了 我到現在還是很緊張 我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沒有帶到 那今天這一支影片呢 要非常非常非常感謝日本的中部國際機場 邀請我到鳴谷屋去玩 可以跟大家介紹鳴谷屋這個地方 我超級榮幸 然後我自己呢也是第一次到鳴谷屋 所以我現在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們等一下就鳴谷屋見了大家 我們搭著這一台飛機是要坐接火車到滴場的 我真的是好久沒有這種感覺喔 我們進來鳴谷屋了大家 真的是有一種很久沒有出國的感覺耶 好開心喔 從機場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走到地鐵站這邊 然後等一下要搭地鐵去市區 那我們這次行程呢會有廠商陪同我們一起走 這一位是Takara-san 然後這一位是Koto-san 然後這個是中部國際機場的吉祥物 它叫做副獎 這一位是Hana Hana是台灣人 Hana就是我們這次的翻譯兼陪同廠商 我們到了大家 Pi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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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走這種的啦 真的是想法老耶 真的是快久沒出國了 一切都覺得超級新奇的 RTY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到了這站叫做榮 就是繁榮的榮這站站名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參觀他們的那個電視塔 它不是電視塔 叫中部電力未來塔 再一次 中部電力 V-Line Tower 剛剛Hana跟我說啊 這邊好像是日本的第一座電視塔 所以它一樓的這個空間啊 有保有一些電視塔之前留下來的一些物品啊 還有一些照片 可以讓大家看看以前電視塔這邊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電視塔也是可以參觀的 可以在一樓這邊買票 我們現在要搭第二個電梯上去展望台 我們現在到90公尺高這邊 然後出來電梯轉一個彎 樓梯走上來就直接到這個露天的展望台這裡 那接下來呢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這個電視塔上面看出去 可以看到哪一些名古屋這邊的住民地標 比如說下面這邊有一個綠洲21 然後它是一個購物商場 上面的話就有一個水盤 晚上的話會打燈 聽說晚上看起來就會很漂亮 從電視塔看下去啊 那邊是九屋大通公園 然後中間黑色的那個地方也是一個水盤 晚上的話電視塔這邊會打燈 然後電視塔的影子就會照應在中間的那個水盤上面 從這個地方看過去啊 那邊有三根紅色的柱子 然後後面有一層一層綠色的屋頂 那邊就是名古屋城 大家可能要仔細的找一下 它會放一些露營椅在這邊 可以坐在這邊看風景啊 曬太陽真的是超級舒服 冷冷的天氣 然後曬曬太陽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裡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約會的地方喔 大家 我們現在在電視塔的二樓 然後它的二樓這邊啊 那其實也是有一些商店可以逛的 像我們現在來這一間啊 它就有賣一些電視塔的周邊商品 大家看到這個可愛的藍色電視塔熊熊 它就是這個電視塔的吉祥物 叫做烏尾蜜亞 烏尾蜜亞好像就是名古屋的方言 就是往上看的意思 所以它的頭才會是朝上的 它這邊就有賣了很多烏尾蜜亞的周邊商品 像這個是磁鐵啊 鑰匙圈 然後這個是好像是晚上的電視塔 跟早上電視塔的照片 然後中間一樣也是烏尾蜜亞 我們要來買一盒這個伴手禮 然後這一盒裡面有12個烏尾蜜亞上的餅乾 好可愛喔 周邊商品店的隔壁呢 是一間叫做Base Lab的咖啡店 我們要在這邊休息一下 喝咖啡吃點點 它這個咖啡店最棒的地方是 旁邊這個落地窗 可以看出去久屋大通公園 我不太知道這個蛋糕它正確的名字是什麼 但是看起來就是抹茶口味的戚風蛋糕 然後這個是叫做未來塔的布丁 這個是蘋果棒蛋糕 這邊還有我們點的三杯飲料喔 這樣陪我們一起吃下午茶 我要先來吃這個蛋糕 它感覺中間一整層都是鮮奶油耶 它吃起來就是Oreo的味道耶 它上面明明就是抹茶蛋糕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吃起來會有Oreo的味道 我印象中我之前吃日本甜點都蠻甜的 可是它不會到很甜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吃起來很清爽的戚風奶油蛋糕 再來要吃這個跟電視塔一樣高的布丁 我覺得我要吃到下面好像有點難耶 它上面真的太高了 可以有人教我一下知道怎麼吃嗎 感覺會炸出來 感覺會炸出來耶 我來吃第一口 這很好吃耶 它下面的布丁奶味很重 它中間那個醬啊 是有點像是蘋果派的那種蘋果肉桂醬 喝完下午茶了大家 我們現在要出來九屋大通公園這邊走走散步 然後等一下如果電視塔點燈的話再拍給大家看 聽說超級美 我們現在出來太陽已經下山 這個溫度變得超爆冷 然後我現在只穿一件真隻毛衣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個九屋大通公園 它的前身本來只是一個一般的市民公園 後來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改造啊 在2020年啊 這邊就變成一個公園結合店鋪的休閒景點 我覺得這邊真的很適合散步啊 吃晚餐或是喝咖啡 因為這邊真的好漂亮喔 然後中間啊 這邊就是我剛剛去的這個電視塔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這邊走走 然後又待到晚上 等到這邊點燈啊 我覺得又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 綠洲21 然後我們現在要上去它的水之宇宙船 就是我剛剛在電視塔上面跟大家介紹過的那一片大玻璃 我們上來水之宇宙船的大家 剛剛對面的電視塔也點燈了 這整個畫面超級唯美耶 而且它地上這個燈還會變色耶 晚上的電視塔點燈了大家 超級美的 然後搭配它下面這個水池的物 我們今天住的這一間 明鐵格蘭飯店 它就在明鐵百貨的裡面 進來房間的大家 來拍給你們看我們今天住的這間房間有多特別 門口一進來 先是櫃子 梳妝台 梳妝台的前面 是廁所 給你們看它的廁所 好大喔 我第一次來日本住到這麼大的廁所 之前的廁所都超級擠的 一樣附的是免治馬桶 然後吹風機啊 毛巾被瓶這些都有附 然後我們這一間是有浴缸的 洗髮精啊 墨浴爐跟潤髮爐都有附 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們要進房間 居然還要先開一個門 這裡是我們住的房間 顏色也有夠大好讚喔 我覺得房間就還蠻簡單的 就是床 沙發 桌子 這邊一樣有梳妝台跟電視 下面的話是冰箱 冰箱的話就是空的也沒有附任何的東西 這個抽屜裡面就附那個啦 煎茶包 那以上就是今天第一天的行程 不知道大家還喜不喜歡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好玩 可能是因為我第一次到明古屋 所以覺得這邊的東西對我來說都還蠻新奇的 不過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 九屋大通公園那邊給我的氛圍 很乾淨很舒服很chill 然後又可以到電視台上面的那個 瞭望台啊去看風景 我覺得那個地方真的非常值得 大家去那邊走一走逛一逛 OK啦那第一天的行程就先到這邊啦 我們明天見